hello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玩的游戏名字叫机甲少女 应该是一个横板类的顿作过关游戏 感觉有点像街机 那我们就一起看一看 还是中文的好评 开始感觉有点像素风格 新游戏 这种游戏比较简单上去干就对了 只要招式多 不要怕 第一张新手驾驶员 这什么情况 这机甲少女还有对白呢 好 那么就开始了 哇 这像素风格也真明显 现在我们只有一个招式 感觉这不像兽女 下个黄鼠狼 好 开打 终于可以开打了 这什么东西 感觉没啥功效 这是武器吗 没有 这是那个基地吧 都改屁的都差不多了 必是二连跳 那个地方好像不能那个啥 ZR使用药水 这就是一个那种类似于 过不去吗 类似于那种地牢探索类的游戏 他用这个ZR猛冲的话 就是感觉是那种 可以无敌状态 我让我们远程攻击 好 现在可以走了 刚才有个怪 差点砸着我们 哇 这个怪还挺结实的 打这么多次 那继续走 这个地方是啥 获得一把手枪 装备一下 在物品栏里头应该有那个手枪 装备 现在手枪可以远程攻击了 手枪的话是远程攻击 然后上面是刀 这样就可以过去了 这还有个小货 哎呀 这这这这这 上面这是什么货 搞定 先把你解决了 必须击杀所有的敌人 哪有敌人啊 感觉没有了 啊 这还藏俩 这 我一会儿把这消灭了 我一会儿把你解决了 我一会儿把你吃 我看上一个 这这还要是 我 对 这 我们 我们 一下 我们 然后可以继续走了 这次应该还没消灭完 看到了吗 最下面有个隐藏的蠢子 长这么丑还在这藏着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这就通关了 不要这么简单 被摧毁的训练基地 这个场景 这个场景像素风格太明显了 看来我得补个血了 关键是该把它都剁掉 这个地方堵起来了 应该过不去了 应该走这 可能需要辅助武器 这个辅助武器 是不是应该从这些地方找一找 应该就是需要这个武器吧 把这个武器装备一下 装备 好 装备了 应该跳上去 L辅助攻击 哇 这个武器感觉很棒的样子 自带一个循环装置 还没嗝屁吗 还有一个把这个小鸡给宰了 好 然后再往哪走 击杀所有剩余的敌人 还有敌人没击杀 这个敌人藏哪 在这 又是长得比较丑的这种蠢子 好 那这一关我们也过了 那么今天这个游戏就试完到这里 叫机甲少女 就是这种有点像素风格的地牢探索游戏 你喜欢这种风格游戏的小伙伴可以试一试 这个游戏的话 应该装备的武器还挺多 就像下面的 然后通过后期升级 然后打怪什么的 那本期就到这里 谢谢你们的支持 那么下期见 别忘了一键三连加关注 拜拜